这在旁边 这是个小螃蟹 是吧 对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琥珀的频道 这一期我们就安静了 琥珀个人心中最喜欢的一处海滨 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蟹湖内海湾 还有常有许多小鱼小虾的潮汐池 和隔壁的山阳岛 一样都属于海洋资源保护区 N科贝同时也是野生鸟类保护区 所以这里是不允许钓鱼或者捡贝壳的 现在环境可以理解的我想好 仿佛一个天然的水族馆 都是小虾跑来跑去 对这一看都是小虾 我们往里面看看 滴槽位的时候 连接潮汐池小岛和大陆架的沙洲桥 就会露出水面 孩子们可以在大人的带领下 小心地攀上岩石台阶 登上小岛 登上小岛后 再穿过这片连接大海的平台 你将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 靠近陆地这边的这个池子 水是最浅的 水温被太阳晒得暖暖的 非常的舒服 这个水是蛮舒服的 在晚里走 岩石平台就被潮水切割出千功万后 并续满了新鲜的海水 在这里我们还遇到了一位和小鱼小侠 一起享受日关玉的玛丽小哥 乐心的小哥不仅教我们如何和小鱼小侠 还一起带我们去看一处更浅一点的水池 我们也学着毛鱼小哥 把脚泡在水里 轻轻地等待着 不一会儿小夏就真的出现了 你来看哦 他们真的出来了你看 不需要事先安静 这个旁边 你看 烯士 小五哥跑出来了 游柜去了 好 rappers哦 平台上还有数不清的 各种深浅大小的潮汐池 哦哦哦 稍微长 不要静oshi 你要静等会不要动了 嗯 一番他们就会吓跑的 那个小螃蟹 对 对 那种螃蟹会地买一些 小鱼啊 它的鱼是透明的鱼啊 这里面都是小鱼 小虾 你看那个鱼是透明的 你看那个鱼 越靠近大海 潮水也就更汹涌了 在海岸猛烈的拍击下 岩石甚至被腐蚀出 挫入错落有致的结构来 小鱼小虾 海葵小海星 都栖身在这些岩洞内 水性好的小伙伴 甚至可以把这里担成天然的跳水台 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小心锋利的岩石和牡丽壳 划上你的手脚 这些狭长的水道是相互通着的 从一个大水塘通到另外一个水塘 这些大石头下面很多都缠着螃蟹 还有小章鱼 但这里是一月保护区 人们是不可以伤害它们的 小岛上的时间会过得飞快 一定要注意潮汐的位置 一旦突然小岛的沙洲被水淹没了 就只能游回来了 值得一提的是 岸上的珍惜鸟类保护区里 有好几条风景 非常优美的步道 很值得流出一两个小时 去慢慢的走一走 除了会遇见常见的初语鸟 和Funtales等 在清晨和弱日时分 不顾你足够幸运 还能遇到替零鸟呢 岸可贝水清山柚 风暗也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好多孩子 都在这里学习滑水滩烂 岸边也有好多沙岩洞窟 植被也非常的茂密 可以选出阴阳的地方 一边演唱一片康风景 也是非常不错的 新西兰的夏天就是这样 简单 纯精 运约无虑 我们已经不适当的看着我们 喜欢的亲们记得点赞收材加关注 还有更多的美景我们一起去发现